深呼喲 涂乱进啊 没有啊 谢谢姐爸 我們今天其實講的 我準備的比較多 因為我本來以為今天會 直播的時間長一點 那我今天想 就說一部分吧 這樣子 我看不見這個大幕 好討厭喔 好煩人喔 真是討厭 看不見這個大幕 歡迎來到宣子的直播間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 情感夜話吧 群子的小 群子的小 小 小小小小小小小 小窩窩 不知道叫什麼 哈囉 晚上好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我建議大家把耳機戴起來 建議大家把耳機戴起來 嗯 聽到卡住 嗯 戴上耳機聲音就不小了 戴上耳機聲音就不小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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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好了 好了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是 青春期的問題 嗯 在我直播前有沒有 現在是青春期的朋友 青春期差不多就是在 十五六歲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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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年齡的朋友 有沒有 有的話 打一 接轉腳 遇到的光棒 謝謝 有個高一 謝謝大家的回聊 謝謝 我想說一下就是 你們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 就是在青春期的時候 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 轉 轉折點 轉折點 如果青春期 你遇到點什麼問題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 學業 和你以後的一些 遇到工作上 遇到的一些問題 啊 謝謝 謝謝麥克 謝謝麥克他要活過 謝謝麥克他要活過 所以我今天來分析一下 青春期的一些孩子 嗯 他們大致遇到的問題 還有現在 不睡覺的你 也是青春期的 十五六歲 還不睡覺 證明你也多多舍上 有一點點問題 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你還小嗎 小吧 所以你們非常感興趣的一個性的問題 等一下我也會說的 我也會說的 但大多數青春期的人 他們 對身體上的變化跟性上面的問題 但不是很重要 他們煩惱的是別的事情 是別的事情 好我們首先講第一點 這些朋友 你們得好好仔細聽一下 說不定我能解決你當前的問題 當前的狀況 第一種 第一種啊 被溺愛的孩子 有沒有家裡面就是 特別溺愛你的 然後 什麼都幫你準備好 什麼都要關心你 就鳳青 在特別的溺愛你這樣子 有沒有 你們覺得自己的父母 溺愛你嗎 溺愛你嗎 這樣吧 這樣想多了 那事兒會有雜硬 其實那些家庭中 被寵壞的孩子 在青春期出現的問題 會更嚴重一點 在這一方面 少就是可以這麼理解 有些事情呢 都會讓父母去承擔孩子們 獨自背起成年人的責任 非常困難 不管在什麼地方 他們都想成為萬眾鼠目的對象 就是因為過度的溺愛 然後慢慢的 生活上他覺得 出了自己的家門之後 生活並不是他想的那樣 而他會變得 慘敗不堪 他們一直處於自己 內心的溫暖世界之中 所以他們認為 我出了自己的家門之後 對我的都是冷漠無情 然後因此 他們就會 一直他們就會 在家裡面的時間 非常的長 因為父母親 會給他們一種溫暖 但出去了之後 他們就沒有辦法 去承擔自己 該背負的成年人的責任 他也不想承擔 因為父母親 都是太溺愛他了 這是第一種 新春期的問題 我後媽對我可好了 以中才打我一次 我想 嗯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家庭的關係 是另外一個問題 嗯 謝謝大家的無量 謝謝 然後我們 第二種 第二種啊 第二種 沉溺於童年 其實我覺得 你們多多少少 應該會有 這樣子的人 在這個特殊的時期 有些人 他依舊沉浸在自己 用眼的 這個想像之中 他們會把自己打扮得 特別稚嫩 甚至 會用兒童的語調 與人交流溝通 你要不要看到有些女神 她可能都已經 就是 十七歲了 十六七歲了 十六七歲了 他喜歡打扮 你就用兒子 扎兩個辮子 知道嗎 我怕被人噴 怕被人噴 嗯 然後帶兩個頭換 都已經十七八歲了 十六七歲了 之後呢 還穿那種蘿莉的裙子 蘿莉的裙子 然後還會說 還會叫你叫他 我是個寶寶 然後還有那種 已經十六七歲了 已經可以承擔起 成年人的責任了 什麼這種東西拿好了 還在那邊說 哼 我給你哭一個 我給你笑一個 嘿嘿嘿 我給你哼一個 就是這種 年齡已經到了 該承擔成年人責任的時候 還要把自己裝得 像一個小寶寶一樣 像個小寶寶一樣 這樣子 所以這種是有問題的 是在特別有問題的 一種類型 謝謝洛葉希 謝謝 我不是這樣的呀 我要是這樣的 我今天坐在這裡跟你講 男生的話也有 男生的話他會把自己打扮得很稚嫩 然後會跟年齡比自己小的人去玩耍 但大多數人他們不會這樣 大多數人 還是希望自己的年齡局質 更成年人一點 更成年人一點 聚音這個詞很合身 沒錯 其實我們有很大的勇氣 他們對成年人進行模仿 如果說他們有這種 沉溺於童年的思想 又想變得像成年人一樣 就會去模仿一些 富二代 典型的 在青春期時候的一些 朋友喜歡去看一些 富二代 撥跑車 不好意思不要打我 但這是青春期必須出現的一些問題 他們會去看 富二代去撥這個跑車 撥撩妹子 然後去效仿 有可能會去 在青春期的時候會去效仿這些 主播 去做這些事情 反正就是 沉溺於童年 沉溺於童人 沉溺於童年 然後接下來我們講第三點 第三點 對呀我就不能點 那就是典型的 青春期的 這個問題 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嚴重 穿上一身帥氣的西裝 我就是那個孽子誠 很多人覺得好像自己這樣 沒有什麼 覺得很正常 其實 已經出現問題了 青春期的問題 已經出現了 接下來我們講第三點 第三點 什麼 你們穿西裝嗎 你們穿西裝嗎 平時你們有沒有穿過那種正式的西裝 正式的西裝 你開始裝B了 我不裝我本來就有B 不用裝 我本來就有B 其實西裝的話是能凸顯這個 男人本身的一個 摔一次的一個 好 說到這種嗚嗚的你們就興奮了 說到嗚嗚的話就興奮了 說到嗚嗚的話就興奮了 你知道我該怎麼辦 好 我跟你們講話不興奮 一說到嗚嗚的話就興奮了 啥樣子 啥樣子 些虛偽的人聲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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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节一下气氛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一些 比较幽默的一句 但是没有这么污 没有这么污 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 跟自己的女神接触的时候 让她觉得你有幽默感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的 我们先把青春期这一块说完 青春期这一块说完 谢谢小伯曾豪 其实不用这么污 不用这么污也可以 也可以让别人觉得你很有幽默感 在这个男女交往上面 很不要问这些 第三种就是轻微的犯罪 轻微的犯罪 就那些在不容易去解决的案子当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谢谢 当一个孩子他还没有明白 怎么去解决生活中 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肆意妄为 从而导致他们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并且自作聪明的 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觉得自己做坏事 也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在他们生活 特别是出现经济状况的时候 比如说想装大人的时候 买不起摩托 或者买不起 想要在别人面前 炫一炫自己的那些 东西没有钱的时候 他们的犯罪念头 就会在内心自身出来 就是少年犯罪 基本上都是处于青春期的 这个时候 所以特别严重这个问题 大家如果有了一点点这个问题的话 请告诉我 我来帮你释放 我来帮你戒压 千万不要自己闷着 然后谁都不说 千万不要自身种面头 你知道吗 现在法律 已经比以前更详细了 更完善了 所以青少年犯罪 也是要坐牢的 也是要坐牢的 谢谢灵叔出 谢谢断桥 谢谢日出日落 就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 就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就会一下子脑子发热 各种各样的犯罪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 怎么去释放压力啊 然后我们讲第三点 第三点这个样子 第四点 第四点特别重要 是我们大部分人 都会有的心理问题 大部分都会有的心理问题 怎么不玩那个游戏 怕吓着别人 怕吓着别人 谢谢聊聊聊 Hello Tony Stark Hello Richard Hello Larry 谢谢甜心 我第四点特别重要